首先是禮拜二晚上的時候 那天的萊鴻旭脈是這樣子 先是吳征在統神的發言 沿上之後 吳征就發了一篇臉書 吳征是民進黨的新聞部主任 同時也接民黨發言人 那他發了一篇臉書 質問國民黨是否認同 這個統神張家航的言論 那你知道他的攻防對象 就是說他這一把攻拉攻 應該是射向國民黨 那因為他的議題是這個張家航的言論 然後呢 因為張家航去了國民黨的這個群銜營 也就是他們的空戰營隊 教他們打空戰 所以吳征其實是要問國民黨說 是否認同統神的言論 可是因為統神可能體積比較大 所以在這個拉攻的過程 一射不小心射到統神的屁股上面 那他就覺得很痛跳出來 那跟吳征進行了第一次的 線上的直播辯論 那其中呢有一個幸災樂禍的 你看徐曉星本來 國民黨是要被被射到的對象嘛 被燒到的這個政黨嘛 可是看到統神為這個國民黨 擋下第一排的攻擊 所以呢他就在後面加油天觸 山峰點火穿針引線 把這個國民黨的支持者張家航 推上第一線跟民進黨打架 然後呢在後面幸災樂禍 然後又造謠扭曲 第二天接受媒體訪問 又好像沒有他的事情 那這樣子一個政黨 不但沒有辦法站在人民前面 保護他的支持群眾 還把他的支持者推上火線 來跟這個其他的價值觀來做對抗 我認為個人非常不恥這種行為 要投給這種民意代表 你投給石頭可能都有用一點 石頭至少不會作亂 這種人會作亂 在第一天的這個辯論過程裡面 吳徵其實是抱著一個 我要跟你講道理 那你可能有一些誤會 你可能不了解法律運作的狀況 你可能對於判刑判例 有一些你在網路上看不到的 所以你誤以為 俄秦社相關的自罪條例 可能判法比較輕 讓你覺得法院沒有在做事 可是事實上是 而少秦社相關的這個法度 他有一項是要為了保護當事人 所以他不會上網公告 不然你想 我也被侵害了 拿我的名字要被公佈在司法院判決系統 這對我來講是二次的傷害 所以沒有公佈的 嚴重的都沒有公佈嘛 那能公佈的當然都是比較輕的嘛 看了輕的就覺得沒有嚴重的 那個就是誤會嘛 所以吳徵是呈現一個 我要跟你講道理 我要解釋給你聽的態度 那另外一方面 這個他的對照啊 統神張家航 他第一時間 因為他發表這些言論 被做了新聞 然後呢 這個有些人跟他解釋 他把他當成是 民進黨撤意的攻擊 比如說他一開始 我先講 黃指教大概發生好幾個程度的不一樣 那就是說 他有去年被指控的 還有今年被指控的 然後還有 這個法院判出來還起訴的 這個偷拍網站的高級會員 然後還有這個判決出來之後 再指控的 所以他有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那統神並沒有辦法去把每一條新聞都讀完 他可能是片段的看了標題 或是某幾則新聞之後 誤會把所有的事情包在一起講 那這個時候他的同粉也好 或是他的觀看群眾 跟他講說 這幾件事情不一樣 搞錯了 他就說 我沒有說未成年是三歲八歲啊 然後下面人就跟他講說 那個網站可能會有三歲八歲的東西 他說可是我講的不是那個東西啊 那於是呢 這個這個搞錯了 那吳正要解釋 但是統神因為發表這些言論 尤其是在他提到未成年不犯罪 甚至是他也想要怎麼樣 未成年的這個過程裡面 後來被退業配 那我們說黨人財路如殺人父母 所以這個統神當然就很生氣 他抱持著一個我要挑戰吳征 然後我要這個幹爆民進黨的角度 然後去跟吳征這樣子做對抗 那多康的過程當然 一邊是為了要說道理 一邊是要告訴你新聞的真相 告訴你事件的過程 那另外一邊是充滿情緒的 要來吵架 要來辯論 所以兩方當然沒有結果 這絕對沒有誰表演的比較好 或表現的比較差 沒有這件事情 就是雙方的獲勝目的性不一樣 所以不能用同一個標準來做評斷 那麼到第二天的時候呢 本來是下午出新聞有一間業配退了 晚上跟吳征吵完到隔天早上睡醒 發現有時間廠商退了 哇 黨人財路殺人父母 結果他這個黨人財路擋到祖宗十八代去了 那當然是受不了啦 在晚上的時候呢 又有一個機會 在一個帥氣正義又善良的居中人士牽線情況下 那麼統神跟苗伯雅又搭上了直播的這個平台 那這一次呢 苗伯雅就用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他知道 應該說前一天已經打過預賽 所以苗伯雅他本身自己已經在開一個節目 叫做台北百科全書 他已經做了三十五集 然後呢他第一次嘗試開放call in的這個階段 那一方面觀眾也起哄 另外一方面大家也想要看大場面 於是兩邊的支持者 加上那個善良正義又這個熱心的居中人士牽線 那於是呢他們兩個就來到這個call in 直播平台上對話 那麼你可以看到苗伯雅的表現 除了是邏輯清楚 拿論述也這個完整之外 那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認為他的態度 也就是說他的態度是 我覺得在做民意代表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個叫做三觀正確 為什麼 我自己做過民意代表 民眾來找你陳情的時候 基本不太會說對自己不利的事情 所以他裡面可能掺杂著他的偏見 他缺漏的資訊 甚至是會掺杂著謊言 所以如果我們盡信他所陳述的內容 可能會產生偏差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不是法官 我也不能聽了他說的話 我們就完全照他的方式去處理 我舉一個例子 我曾經處理過一個建築物的毀損 他說那是921造成的 然後其他的這個建設都有賠 他們家沒有賠到 那我很認真地召集了 這個 這個相關的官員 然後 林里長什麼的去看 看一看呢 當然在現場 那個這個民眾他當然會覺得說 這個是國家應該要給他的 沒有錯 那大家會看完之後呢 官員私底下來跟我講 他這個是在地震之後才發生的 里長來跟我講說 他這個已經沉寢了20年 不會沒有人要理他 那總之你得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沒有做對錯的判斷 但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要知道誰說真的誰說假的 能做的事情是什麼 不能做的事情是什麼 講服務兩個字很簡單呢 叫你服務 銷紅丹也是一種服務呢 叫你這個做壞事也是一種服務呢 他沒錢跟你要錢 叫你幫他的兒子喬 喬學校 喬工作 這也是一種服務呢 可是你要不要做那些服務 是一個價值觀的呈現 苗柏雅之所以 我說他的態度正確是 他第一個他沒有把統神當成敵人 他今天不是要鬥倒他或者是打死他 他今天是要跟他講說 你的認知有問題 第一個你事實的理解 你新聞的理解太片面 那第二個他把完整的故事講給他聽之後 他整理了他的逐字稿 準確的告訴他說 你發生的錯誤跟失言在哪裡 第三個這個叫做 呃 事後的態度 他有建議他道歉 他有跟他說你有溫暖的一面 他也說我們一起 未來一位兒童情色防治 來做這個努力 我們來做推廣 那這是一個非常完整的 把統神當成自己的選民 然後希望交換意見 因為在過程你也有看到 統神有問他說 我覺得七步沒有很嚴重 啊苗柏雅說 我覺得一步就很嚴重 苗柏雅說 你現在是要強加你的思想在我身上嗎 那苗柏雅很快就 沒有 你最好繼續這樣 你一直保持這樣 那這個就是 你要讓對方知道自己錯了 總之 苗柏雅的這一次的這個直播 可以說可圈可點 而且一戰成名 一戰封神 只可惜 如果能夠早幾個月的話 我們這個 立法院可能會少一個 不知道在幹嘛的羅志強 那苗柏雅繼續加油